大家好 欢迎收看使用Angla.j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高级篇里面的架构,详解,目录结构,模块,控制器,指令的一些规范 学习Angla.js 最令人迷惑的是变化 要学习如何考虑应用框架 就是架构 我们先来看一下 简单的一个架构 建议创建以下目录结构 脚本文件放在script文件那个目录下 每个根据功能类型分开 并有一个总的app gis文件 你看 这个是给它分的层 有一个app 这是为了区分它的 文件方便 他们好找 Angla.js充满了各种可选项 外部应用的规模 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增长 所以很难决定如何组织代码 控制器放在哪里最合适 我们是 应该把逻辑 放在一个文件里还是把它们拆散 无论构建什么规模的Angla 应用 对结构方面 的选择最好要考虑一下 将来要用来用什么工具来构建这个应用 以及应用的大小 做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预期 项目是否会增长 每一个Angla对象都应 当有相应的文件 必须根据其功能的来命名 这样会一目两方便 程序员或者是其他人员的阅读 和修改和编辑他们 里面的内容 我们现在看一下 从网上其他的项目中 的项目结构 来看一下他们的 大部分的一个命名规则 你看Ctrl Filter Service App 这些他们 都会 直接在名称上就可以体现 不用进去点击代码 然后去查看详细内容 但是也有的一部分是 在文件夹上面体现的 在具体的GS上面写的很 抽象 这个Hyper 还有一个模块 他们这个里面 他必须要点击 进去 查看才知道 是什么功能 所以说 也可以 不用按照这个要求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 适合自己或者适合其他人 快速理解 代码结构 框架就是方便他人 方便自己的一套结构 采用这种结构的好处就是 英文每个文件 都很小 根据功能区分 他能按更多的开发人员有效的 协同开发一个应用 和方便自己 去阅读和管理 就跟档案室里面有一个缩影 然后去方便他们 去管理 就是说 采取一个更好的 每个档案室他有 他们也有不一样的管理方法 可以快速查询到他们的一些 数据 所以说 这个地方要根据 项目经验或者是项目风格 架构式的一个 框架风格来根据 来创建这些架构 名称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模块 模块里面分为功能模块化 和函数模块化 6 模块是安格拉GS应用的核心 模块包含了我们为特定应用编写的所有代码 硬核可能会快速膨胀 管理这些趋势也不算坏 模块是一种减少局域 减少一种全局作用域的干扰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细分模块 创建模块时是方便拆分 或者就是嵌套 多重嵌套 然后这里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函数的 推荐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谷歌团队 就是根据功能将应用程序分解为模块 当根据功能来分解应用程序时 我们打算聚焦于模块函数而不是包含函数类型 写模块的好处就是跨应用程序可以共享它们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应用程序背后使用的是类似的系统 我们可以重复使用也就是跟程序里面的class是一个类似的意思 编写模块化代码是强烈推荐这样使用它 因为程序中建议使用这种模块化 也就是面向对象的一种思想 也移到上面来 但是还有一种思想就是功能的模块化 就是一个功能 写一个模块 这种方法的话 是为了隔离和细分的功能 所以说尽量很少使用 但是也可以在项目很大的时候 然后我们独立就是非常有一些独立独立性的一些项目 像是投票一些不可复用 然后比较有评论这种经常修改 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函数模块化 就是功能模块化 这个是功能模块化 所以说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是 它有时会给我们留下一小堆模块 这一结果不会影响性能 但是会让开发变得繁琐 好 我们再讲就是控制器 控制器的名称使用大写开始 这个是规范 大写字母开始 或缩写加上Ctrl 例如A B Ctrl A B C Ctrl 来使用命名规范 好 指令 就是我们这整个项目中使用指令 最好是在合适的地方去使用 不能乱用 建议使用容易辨别的方式 我们前几课也有讲过 这种指令 你看 使用这种容易哄调 建议使用的是元素和属性这种 注解的 注解就是注释这种方法也不建议使用 好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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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